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维修频率特别高 然后给客户的使用体验也特别差 所以我就想通过自己来做这样一个角肉机 把质量各方面的把控得特别好 就减少他们这块的维修的成本 还有就是给客户一个更好的体验 最初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没有产业链 我很多原机件要从全国各地去发过来 然后自己找这个产业链的时候比较辛苦 然后去了很多地方 通过对比找这些质量比较好的等级件 这个过程当中费了不少东西 用了半年就 这两个是一个控制一个 对 这边是控制绞肉这边的 这边是绞肉的 那这边主要是绞什么 这边是切肉 肉片 肉丝 当然蔬菜那些也都可以切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先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再拌动挡霸 这边的刀片就会转起来就可以放肉了 第一次切出来的就是肉片 如果把肉片再放进去之后 切出来的就是肉丝 这边也是一样的 开动挡霸之后 这边的角轴就会转起来 然后再把肉放进去 这边出来就会是肉馅 你先打开 然后再拌一下就行 对 拌一下就行 然后这一块都打开 这边也是一样 我先转起来 然后划进去 你看它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个是咱们切出来的肉片 常规的规格就是3毫米 3.5毫米 然后这边就是肉馅 带着肉皮也是一样可以搅出来的 你根本就放的肉供不上它去搅 速度非常快 这边一个小时可以切450斤肉片 如果切肉丝的话 大概就是900斤 搅肉这边的话 每个小时大概能搅360斤到400斤 这个是可以打开的 这是什么 这是钢梳 这里面是钢梳 就防止这个肉搅到这个轴上 然后让它卡住 这个都可以取下来的 对 可以取下来 可以放进去之后 肉就会顺着钢梳直接下去了 就不会卡住 那这个钢梳下面都是刀片是吗 对 全部都是刀片特别利 这是可以拿下来的 这个清洗的时候就要拿下来 这个是孔板 这孔板我们有6分的8分的 然后10分的都有 很多种 这些都是原材料都使的什么材料 对 全部都是不锈钢的 这个是角轴 也是不锈钢的 全部都是不锈钢的 角轴机 在每个细节处理的特别到位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是划手的 在有个地方都会打磨的非常圆润 我们的角轮 全部都是用的铸铁的角轮 它直接可以接地 就不会出现人的出电之类的状况 第三就是我们的刀片 胡锈钢 全部都可以达到62到63个硬度的厚度 轴承 全部用的哈尔滨轴承 带着油风 耐用程度特别高 而且不会进水 是我们的元锡尔 我全部用的都是德利锡的开关 它的寿命特别长 操作起来比较容易 还有就是我们的骨架 全部都是用的加厚的脚钢 这个前的时候手不要签得太低了吗 对 我们这个挡板就是防手 防这个架手 人群用户就是现在的这些肉垫 然后市场里面的肉摊 还有学校的食堂 饭店 到目前为止 我发出去的所有的产品 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质量问题 客户也都特别的满意 他们给我反过来的信息 就更加坚定了我做这件事的信息 有视频 就更加坚定了我做了 我做 enrich 给你带 destac 我做了